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ense文這一齣直慈善活動關懷情緒病患者 還即場一展廚藝整蝴蝶鬚 而曾經患上抑鬱症的Semi 當然是特別能夠明白情緒復健者的心情 那麼在自己患病期間 Semi又是用什麼方法來幫助舒緩情緒的呢? 患病當時我覺得是喪失了飽或者餓的機能 總之一起床白無了賴 還有一個人好像沒有動力上班 又不想做運動就經常吃東西 還有一個特色很喜歡晚上出來吃 好像老鼠偷偷吃那樣 一天黑了大家睡覺我就吃東西了 幸好去到某一個點覺得自己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見到第一個我真的很肥 還有都不開心這個處理方法 那我有一天就滴起心肝我要跑步 真真正正跑8公里的習慣是在11年前 就是當時進行的一刻 提到好有任然齊 最近為了新戲角色而增肥 見到小齊的近招都真是發福了不少 那我每次見到她一個月見到她之後 嚇到我 那我不知道 這陣子見到她會不會嚇到爬牙都掉了 因為其實都很撞 見到她的腿都很撞 那你們形容說她昨天很厲害 還有小齊一向給我的感覺 臉很細細 那其實我最新時 眼睛都開始脹起,直到已經很成風了 那一向努力保持體態的SAMI 又有勇氣像小齊那樣 增肥去挑戰角色呢? 你增多少磅 你增60磅真的要的打很多東西 我很擔心我會的中間 喇不到很多東西 也可以試試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